再来看到城县华商基金会 每年选出了10位优秀杰出的学生 提供奖学金给予优秀的华裔子弟 完成大学教育 圆他们的大学梦 今天的主办单位举办了新闻发布会 向公众宣布2019年奖学金的申请标准 教育是一个百年熟人的大忌 城县华商基金会 每年都会选出10位杰出的优秀学生 每位得奖者可以连续4年 获得每年5000元的大学奖学金 今天发布会上 主办单位对奖学金的申请条件 做了详细的介绍 商会是1989年 那我们这个奖学金呢 1995年就开办了 所以今年呢 2019年是25个年头 那么从这个500块钱 1000块钱 2000块钱 3000块钱给一年 远进到现在呢 是5000块一个小孩 我们想希望能够选到最优秀的孩子 也不希望漏掉优秀的孩子 所以我们这个是一个比较一个 监制库的过程 我们差不多这个 我刚才说就是申请呢 现在已经开始open了 要截止72月28号 希望能够在我们这个 community 在我们这个南加州 洛杉矶 还有这个 orange county 还有这个包括圣地亚哥 那这些地方的话 能够筹到我们 有志人士 愿意跟我们一起来共同 做这件事业的 人士来一起来筹款 我们的审核标准非常非常的严格 我们去每个家庭当中 然后呢 到时候我们在每个审查 委员会的 每一个member 在那个最后的panter interview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学生的家庭 适合我们申请的条件 都来申请我们的奖学金 拿到了那个奖学金 我特别荣幸 因为对我来说 我真的不觉得 我可以上这么好的大学 如果我没有这么好的支持 城县华人商会基金会 为了回馈社区 21年来不间断地发放奖学金 帮助表现卓越的华裔子弟 能够上自己心中理想的大学 2019年 华商会基金会 对于奖学金的申请资格要求是 父母双方至少有一位是华裔 家住在城县 或者洛杉矶县附近的城市居民 家庭收入低于8.5万美元 学生必须是2019年 应届大学生即将入学的新生 并且GPA需要在3.5以上 关于奖学金的详细申请资料 您可以登陆官网进行了解 周地频道采访报道